南投县下一届县议员候选人及各乡镇市长选举登记已经截止 县任议员共有37席 其中8位议员改选乡镇长 县选委会副总盖事黄志聪 正式宣布共有61人完成县议员参选登记作业 南投县第18届县长及南投县议会第19届议员候选人申请登记截止 受理情形登记时间是至107年8月27日起至8月31日至每日上午8时起至12时下午1时30分起至50时30分止 申请登记候选人数具有县长红国号林明珍等两人 县议员候选人曾正元等61人完成候选人登记完毕 赶在最后一刻登记的县议员张志明则表示 一切都是天意 也是支持者的权力支持 他将秉持谦卑的精神继续参选为相亲服务 也许这是天意 也许这个是很多支持者对我的期待 我今天也感谢民主金部党中央党部 在今天3点46分决定唯一征召张志明再占祖山路股一眼 那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选举委会的同仁在5点28分 让我进场登记 我将用感恩的心 谦卑的精神 为相亲服务 县议员赖燕雪也完成登记作业 希望平时的认真耕耘 能获相亲认同 让他有机会继续为地方谋取更多建设与福利 县议员参选连任典议 秀山感谢乡亲市团 过去对着我的听受爱好和支持 那么在这几年来 县议员可以说是用生命在乎母 不管是关心我们的教育文化 我们的观光和商业 尤其是南投县是我们老化最严重的一个县市 那么燕雪自立于长造的服务 在我们社区 在我们的庙口 在我们的据点 可以说不予于力的在宣导 也能够为我们的乡亲长辈来尽一份心力 服务值得信赖的赖燕雪 永远跟大家站在一起 截止登记前陆续完成登记的 包括县政议员 还有副议长潘一泉 以及廖文贤 监俊廷 张志明等 共26位议员 都希望能再次获得相亲认同 继续为地方谋福利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